You 川普 你在職任內呢 將晶片賣給中國 就是讓中國軍事現代化 Wrong 賣晶片給China的 Yes Taiwan 是你們把美國進去 搞垮的 不 好啦 你們兩個不要辯論了啦 搞得台股七三八下 川普辯論了以後 將對台積電下毒手 真的假的 好恐怖 最重要的是 今晚CPI公佈前 美在ETM爆發量先通出 現在買還來得及嗎 還有台積電明天初學習 再次可以練習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賀錦麗 Coco 我是賀錦麗 Coco 我是賀錦麗 郭忠 嘿 來看一下 雙 韓 你賀錦麗耶 川普辯論了以後 將對台積電下毒手 你幹嘛這樣看我對不對 賀錦麗你好 你今天辯論怎麼樣 今天辯論就是遇到一個小屁孩 小屁孩喔 小屁孩 你看 本色出演了嗎 不錯 體重跟他滿像的 對啊 賀錦麗就這樣 賀錦麗 賀錦麗站著喔 很優雅喔 很優雅 你講話好極端喔 好 今晚CPI公佈後美債ETF爆大量 先噴出嗎 還可以再買嗎 還可以再買嗎 現在美債 00687B 我們推薦的那個 國泰美債20年美債ETF 創一年多新高了 成這樣第一次大 以前都幾千張而已 一兩千張兩三千張 我沒跟你開玩笑 你看我們福利社 要幹嘛 公債國泰美債ETF 要要要 要一個後製才對 對 好啦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很多人覺得說我們有沒有業配 或什麼 我們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不推薦元大 因為就是溢價問題嘛 是啊 如果元大美債比國泰美債 溢價還低 我們一定推薦嘛 所以我們站在大家的一個想法 前提 希望福福能可以獲利 重點是台積電明天出席啊 這次要貼起嗎 會不會 是不是要貼起 我們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 請教之前 我們現在吃東西 我們今天吃天下三絕 一碗420塊的牛肉麵 所以你吃420塊 耶啊 你沒跟我講420 有啊 我說 一碗420 但我們點三碗 所以在預算範圍之內 對 我們唯一破預算就是那個 那個月餅 這個麵沒有用好 沒有散開 420 我很少吃420牛肉麵 我吃看看 我一講天下三絕 哪三絕 海哥馬上就知道了 哪三絕 那這禮拜一就是川普辯論會嘛 然後台積電處席 還有數據啦 CPI數據 這三絕不錯 嗯這三絕 絕了絕了 絕了絕了 湯頭 清淡 不會太軟 我覺得不差 可是420略貴 真的好貴喔 就是 有不錯的湯 就是 你會覺得比平常牛肉麵貴一點 可能兩三百 可以接受 嗯 420我覺得還好 好不好 我們請教川普好了 第一位 川普林玉凱先生 你好 Mr.郭 You are fire You are fire Mr.郭 我跟你講 他一定是cue我 他以前有演過那誰是接班人 好幾季 靠這個 你看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他川普 那玉凱 看起來很像很適合川普對不對 很像川普對不對 他只會講這兩句英文而已 他不是美國人 他頂多是美國人的爸爸 小孩子英文講得比他還好 喔 蘋果人爸爸 這倒是真的 這倒是真的 我常常被秉除在外 被秉除在外 都講英文都被排除的 我英文也是不錯 你都講幾句話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food is Beef noodle 欸不錯不錯 Beef noodle 原來今天晚演拍拍那麼久 就是為了唸型的英文 是不是 OK OK OK怎麼 講啊 其實我跟川普之間 我們是有共通點的 因為我們都喜歡去俱賽 俱賽 對不對 他就有這一圈 這他的特色 你那個賽是那個台語嗎 不是 祝賽 我常常也去祝賽 所以祝師老師台語不錯嘛 那個賽不是台語的意思嗎 就是台語的意思 祝賽 不一樣喔 他是這裡啦 好 那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就特別 針對我跟我對手啊 那個叫小賀錦麗 賀錦麗啦 我們今天辯論的內容 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說個分明 好 看是我 佔上風 還是你略升一籌 那有影響什麼 有聽說會影響台積電的走勢 是不是 是 好 好 不錯 你就不要再睡覺了好不好 好 這蠻適合他的 感覺在睡覺 玉海有時候大家記得加一下 那蠻好笑的 他重點會唱歌 會唱歌 嗯啊 玉海好多人就是直接問我說 可不可以找你來多上節目啊 我想說奇怪咧 每週都有你啊 你們是很喜歡吃食物嗎 他是想聽我的歌聲吧 好 好 沒問題啊 開玩笑 我跟他很熟 可以開玩笑 來 借家LINE 很專業的老師 你看他中視兩點 那個主要的主講者 你看 中視來邀請他 嗯 看你不要看他搞笑 他是很多專業的 好不好 有專業的 第二位 哇 也是中視也是 早上這兩個都是中視重要來賓啊 重要主持人來賓啊 中文貞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我剛剛看那個玉凱老師 他那個眼妝畫太重 我剛剛以為他是在辦那個鐵絲玉玲瓏 哈哈哈哈 鐵絲玉玲瓏 欸 是玉玲瓏 吃菜 哦 那個素菜 許孝順 哦 那你就是嘣家家的 就是嘣家家的 鼻孔要化身一點 不錯耶 你真的是貼其中貼切 原來不是川普 是不是嘣家 是嘣家 是許孝順 許孝順 不會不會 我覺得很川普的 Gentlemen 好吃嗎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我上次有吃過一間那個 在那個內湖 有一間是一千五百元的牛肉麵 我覺得吃起來 跟這一間差不多 真的喔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他們都有錢人啊 你剛才戴的錶 那個是你手上是新錶嗎 手上是新錶耶 是新錶齁 哇好新喔 拿出來拿出來給他看一下 敢買就敢戴嘛 好好好 看一下看一下 沒有我是為了工作 因為就是為了比較符合我的人 貴公子的形象 那個什麼 Daytona嘛是不是 對Daytona Daytona Rolev Daytona 這一切都是為了工作 好 一切 你們不是聽說帶同一支嗎 買同一支嗎 今天我沒有帶 沒有帶喔 明明明 OK 表都很貴啦 好不好 希望大家賺到錢 工坤老師學到怎麼賺到錢 然後買一支好錶 買個好房子 好不好 工坤老師大家要加一下 好不好 也是學經理 也是非常驚人的 也是法人出身的 好我們來看看第二位 中坤老師 然後第三位 陳維特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這個牛肉麵 看起來這牛肉就非常厲害 其實我還是要給他平反一下 月喝也不錯 湯頭還是不錯 湯頭不錯 吃略貴 可是就略貴 可是他是必比登的那個美食嘛 對 我們之前都給大家吃必比登的美食 不錯吃好不好 來台北都可以吃一下 或者叫UberEats 不用直接去店裡吃啊 老師你說怎麼樣 講到必比登美食 那個雙月有上禮拜去吃 他已經漲價到一碗兩百二了 我跟你講 昨天反正差不多這個錢啊 不然以前多少 以前好兩百吧 以前好兩百塊錢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我今天氣死了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在Google 氣死了 評分 雖然因為要謝謝我們 我們把他出售多好 那個銷售量 你看他在比比登 那青島店 你知道嗎 甚至我吃 因為我罵他以後 他肉比較多塊 下個禮拜我再吃他 他本來變四塊肉了 以前三塊後來變兩塊 我說怎麼誇張變四塊肉 我很開心對不對 今天我又吃變兩塊肉 你怎麼一家店可以雞肉 忽大忽小 重點是他那個肉 不是我兩塊特別大塊 小的 就正常的肉 就是兩塊小的肉 沒有特別大 不要吃了啦 我說這根本是剝屑 剝屑 我不會以為他 不要罵自己 雖然是必比登 我覺得有哪家店的品款 還是不太一樣 怎麼看 你覺得酸魚好吃嗎 那一次 還不錯 你幾塊肉 我曾經跟他反映過他的蛤蜊 好像變比較小顆 他給我的回答 我說你變小顆 如果是成本考量沒有關係 他給我回答說 不會啊 跟以前一樣啊 我就覺得 我跟你講 我覺得最討厭的是雞肉 你不可以一下子兩塊四塊 我就吃你雞肉湯 你還給我查很多 吃兩塊幹什麼 你湯很貴 對啊 兩塊多耶 對啊 好這個牛肉真的就是 非常適合帶老人家去吃 因為我認為說他這個肉看起來就半斤半肉 那有些地方的那個 有筋的地方那些肉 其實他會很難咬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就算半斤半肉 咬起來他都是入口即化 很厲害 很厲害 十字名歸的 好吃一口 你吃一口 吃一下他的肉 哇你一口汁耶 你嘴巴也蠻大的啊 肉就是要大口汁啊 肉就是要大口汁啊 好吃嗎 他都蠻嫩的 後來吃OK啦 他一開始麵 因為他可能飯比較久 那麵混在一起 後來就用我覺得不錯 欸你看 欸 你們剛剛 因為我們剛剛畫面有NG 全部都吃完了 欸你居然不吃到你不早點講啊 欸我沒有好的要留在後面 你屬於那種雞腿飯 欸延遲想熱聽說這會比較容易成功 我真的啊 小孩子比如說告訴你 欸 要忍耐一下才能吃糖果 或怎麼樣 經過研究考試 經過測驗的 然後你可以延遲想熱的人 長大後真的會比較容易成功 哇 好開心耶 很開心你現在已經成功了 是成功的賀錦麟 會不會是 我就當選了呢 好我會當選了 像玉凱 你看 他很難延遲享樂 玉凱你的麵呢 玉凱你的麵呢 輸完了 我記得哲哲之前跟我討論延遲的時候 不是延遲享樂 延遲社什麼的 延遲社會化 我最好是跟你講這個東西啊 欸 關老師我這個怎麼接啦 就是晚點出社會的意思 晚點出社會 延遲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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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接受社會的現實挑戰 延遲社會化 所以中文老師你有延遲社會化嗎 我是沒有啦 我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是很早 我剛剛聽到玉凱老師 你找社會化 延遲社會化 正常社會化 正常社會化 正常 正常的延遲社會化 好好好不可以打迪賽啦 我們來看一下佳老師的LINE啦 來啦趕快啦 記得點標題啦 這邊有個顯示更多 點進去之後所有老師LINE連結就出現了 今天點標題以後就出現所有老師連結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 財經大投票 登登登登 川普川普 又來來來來 Fight 他們一個都在哪 你看川普 他這個看起來比較大隻 你看我很小隻對不對 對 你看我很小隻了 對啊 你看他肚子 你最現在川普也是肚子耶 對我裡面塞了很多棉花 為了就是模仿 把自己的腹肌藏起來 不要摸不要摸 就沒有棉花 好噴出來 男男瘦瘦不清 他有棉花嗎 對 你真的模仿很像耶 你這個棉花到底塞多少 棉花我塞的有 而且我覺得你好辛苦 他為了塞棉花 他還動外科手術 把他塞到皮男一下 對真的 這個是敬業 對 沒辦法 我們就是要為了那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你剛才講還好耶 你現在站起來更像 你嘴巴好像喔 你真的是模仿天才耶 Oh come on Sure of course 那你參一下英文歌好不好 OK Don't wanna close my eyes 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Cause I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OK不錯耶 不管是你這個扮相 跟你這個 跟你這個嘴巴 跟你這個燦槍 不訂閱你頻道 真的不行啦 Sure of course 其他的殘境解釋就不用看了啦 沒有啦 看一下 突然眼睛真大喔 突然 有沒有更好的歌 更好的歌 因為我覺得琴哥實在是你 琴哥 英文的琴哥 我作為老歌耶 老歌 好 好聽 川普 I belong I belong It's a junior Montemama Country Road I belong 好不錯不錯 哪有那麼多財政節目 像我們這樣子 就是了 褲子鬆的啊 褲子太鬆了 好啦 好 那這個 你今天這一段很加分耶 很加分嗎 謝謝 韋大老師 你也看過那麼多財政節目 有像他這麼多財多益嗎 真的是多財多益 而且顏值又高 真的真的真的 要帶你進來喔 差點看 看不到 看不到Monitor 你看最好笑是這一段 你點笑得很開心 我真的看不到耶 一團霧啊 跟蕭煌琦一樣 蕭煌琦 蕭煌琦 你是我的眼 川普一樣 你是我的眼 帶我凌略時機的變幻 就是這樣 我做好 好cue 好cue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晚上的重頭戲 今晚8點半鐘 美國CPI要公佈了 明天還有台積電出席 以及美國8月的PPI 以及上週初請失業金的人數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重點 前值是2.9個百分點 目前預期是2.5 我覺得這個數字最好 就是剛剛好2.5 會是最好的 如果說一下子降了太多 好像是好消息啊 表示通膨抑制住 還不一定喔 因為有可能是 因為經濟有一些什麼狀況 所以大家縮手在消費的部分 老師我們剛才講 都講笑話開玩笑 這段很重要 這段很重要 不開玩笑了 因為剛剛8點半 我們現在過的時間大概8點 差不多10幾分 再過10幾分鐘 這很重要 就我們那時候有跟你講 非常絕對數據 大家不相信馬力是8點半 那天從載150.7指 殺了756點 來了900點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產生節目跟你講 你不要看我們只會吃東西 吃月餅 吃牛肉麵 吃BeeBee燈 你不要看他長成這樣子胖胖的 他是多才多藝 對啊 bullshit bullshit 你眼鏡拿掉比較好 那就繼續講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比較帥 其實我跟你講你不戴眼鏡 真的蠻帥的 真的嗎 我本來就是帥的啊 五官不錯蠻深的 Holy shit 台中厚禮的螃蟹 我知道這個老笑話 不過還是要帶起來 還是要看不到 下去再拿掉 好 那現在呢 所以我們先講為這個重點 2.5% 最好是剛剛好符合預期 那如果2.4怎麼辦 2.4也還行 還行 那再次會噴出去 2.4 我覺得也會 因為還是表示說通通 差不多就維持在 可是2.4我怕 會不會2.4公佈 大家會有景氣衰退的那種吉祥 我覺得2.4勉勉強強 大概是零界點 如果2.3 2.2 那可能就會有一點 那就是衰退的 就是衰退 那就是要噴兩種噴法 一個再次噴嘛 然後股市往下噴 對 一個晚上噴一個往下噴 對就變成Going down 坐電梯就是這樣子 人家說你Going down 沒有是電梯要往下走 對 你看我很多這種英文哏笑話 好 接著往下看 那明天當然台電出現 難怪你電梯都一直往下 都往下 Going down Going down 每次坐進來Going down 奇怪明天就12樓 你還是要Going down 12樓本來就Going down 不是你要晚上走12樓 你還是要Going down 對啊 好 那明天再來就是還有 除了台電出現之外 還有8月的PPI 目前的預估值呢 1.7個百分點 那當然這個我們也希望說 剛好符合預期是最佳狀態 好 那初請失業金人數呢 我們已經連續看了好幾個禮拜了 現在當然 在就業失業的這個數據 會比整個通膨的CPI CPI來的要再重要一點 所以說這個23萬 也是明天的重頭戲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老師那這個數據 是明天的嘛對不對 是 這個初領失業金應該是 應該是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因為不要那麼多人失業嘛 對對對 沒有錯 哇0087B 現在成交量可大了 噴了有沒有 很不得了喔 你不要指著我這樣做噴了 噴了 還這樣動一下 你不是要延遲社會化 對對對 你不要這樣講 昆森老師找社會化怎麼辦 找社會化 他說他都要想其他事情 讓自己延遲社會化 對對對 想其他的太康太康才能延遲 夠了 好我們看一下文字的敘述 好來來來 點點我們往下放這邊 對好 那目前呢 9月降兩碼的預期已經下降 我覺得這個是 一時間這種市場情緒的這種 忽然之間 衝到這個50幾% 要降兩碼 可是其實是 實際上 應該還是會降一碼為主 那可是到今年底呢 降五碼的機率開始攀升 以前那個 我們講這個香港的港片 有一個道士五碼 你不是港片是五碼 可是你日本人片你也看五碼 五碼那不一樣 我沒有看日本人片 五碼沒有去日本演片 沒有去日本演片是不是 對五碼沒有 那你怎麼一直跟我講 你也喜歡看日本片五碼 我是講那個道士 道道道的五碼 煙赤霞有沒有 對好 所以呢市場對於這個 擔憂 擔憂摔碎 文人老師你笑得很開心 我快憋不住了 文人老師都看五碼的 對不起 憋不住 憋不住 五碼的確實比較好看 憋不住他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30年固定房貸利率 這個佔比大概三成到四成 就CPI的佔比 沒錯沒錯 降了5.2個百分點 那CRB的大宗商品指數呢 也是往下降的喔 降了3.4個百分點 從285降到275 是的 好啦你感覺還不夠啦 西德州原油價格 怎樣啦 500 佔比6.8 怎麼變500了 對 從81.8美元降到75.4美元 這個降了7.9 7.9 在我心中 參加那個500的啊 500的 那是哪一首歌 因為你的音準不準 對我音準不準 對不起 我會想到可是我參不出來 是 然後你參加500 當我將你心兒在下 使者將他慢慢涼化 就這樣 川普唱500歌 來 當我在你心中 是否人完美無瑕 什麼鬼啊 好辛苦喔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辛苦很累 我跟你講喔 財經節目你說 比我們好笑的藝人多的是 可是現在你長那麼好笑 又可以解析財經了 只有你啊 我覺得有一句話好像錯了 是不是像我長那麼 還能解析財經的 是 長這麼好看 然後又能幽默又能解析財經的 你重點應該是這個吧 好不好好不好 你看到你多財多益的分散 是 好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說呢 綜合以上克里夫蘭聯儲 預估值呢 是2.56個百分點 好接著就看看今天晚上 這等一下的表現囉 好不好 如果低於2.5 股市呢可能會有一些疑慮 可是美債一定會噴出的啦 好不好 噴出的 噴出給你看 好 會不會延遲性 應該是不會延遲 應該是秒噴 好 感覺來了就噴了 好 對 老師 你說呢 比我低於2.5的話呢 胎股有疑慮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19662會跌破 我覺得倒不至於 對只是說它會回到多深 有啦有可能就是譬如說今天美債 就今天CPI公佈2啦 可是2的機率很低嘛 對對對 你說很極端值有可能啦 好極端喔 你2.5你又公佈2 太誇張了 公佈個0.5啊 我跟你講不要說19662啦 1萬個都跌破 真的真的真的 對 可是其實基本上趨近0啊 對 正常狀態的話 其實我覺得要看到1字頭都很難了 好那我們直接看到這個大盤了 今天呢跌33點 可是量能其實是持續性的往下萎縮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利率捐益之前 市場買盤的一個縮手 因為今天不應該跌啊 昨天那個夜盤還漲啊 是 所以老師好消息 我們講話同時看來拉200點 唉唷拉了拉了 不錯 可是我覺得其實現在 間階段就是跌不用太難過 漲不用太開心 因為它的格局就是一直維持在這個地方 進行一個橫盤整理 這邊我們把這個區間大概框起來 就是說漲不到哪裡去 跌也跌不到哪裡去 就是觀望啦 我覺得就是一個觀望的氣氛 好那我們直接看下一頁 好那當然櫃買顯得好像更弱一些些 因為它昨天是有先破底的 可是我覺得說這個一樣 取決於市場整體的一個氛圍 因為現在當然外資一直賣 我們下一頁看外資 好外資今天又賣了85億 可是其實如果有在關注 外資買賣超細節的一些朋友 你可以去看 外資其實連續幾天在上櫃 櫃買指數 它是持續性的一直在買債 等於說各大投信的ETF的 只要債相關的公司債 什麼電信債什麼 它全部都買片 對櫃買的買超它是非常強的 老師很有專業 我們這次應該不要上到法輪 上到法輪這是上市的 我們剛剛上櫃才對 好他在上櫃 對啊 可能你現在突然丟問題給他 他點滿屎 他點他看看 上櫃現在買賣超多少 因為為什麼 因為像00687PE 00679PE 它是在上櫃交易的 只是你沒感覺而已 你懂不懂 你就是打個代號而已 可是它是櫃買的指數 沒有錯 應該說不算櫃買 它不能形容它櫃買指數 它是在櫃買交易的 櫃買市場交易 所以它不算櫃買指數 可是它是在櫃買市場交易的 所以在三大法輪的櫃買市場 買案的金額可以看到它 櫃買的話外資還是賣超 只是說我們去看細項的話 它其實有時候比如說前20大買超 然後16名全部都是買債 那就不用看那數字了 可是老師告訴我們這些詳細的內容 好厲害喔好不好 那我們去看 吃光雯老師 他剛才發揮他的專業性跟搞笑性 老師你要發揮你的最厲害的地方 帥氣告訴我們 很帥氣告訴我們 為什麼他就是帥氣 我覺得有時是偏頗會不會 有時候人生就是很不公平 我也不想 他就長得帥我怎麼辦 我也很生氣啊 是不是 你也帥 細帥帥 對不對 今天就是穿得帥 帥氣 來 解盤完畢了 OK 我認同玉凱所講的 你不認同我嗎 沒有問題 所以你不認同我嗎 就是你帥嗎 認同哲哲跟玉凱所講的 完全認同 好然後老師那怎麼看 什麼個人想法 個人想法 個人想法 你不能加了你賴以後 解盤請看 請看玉凱的 好來老師 這大盤怎麼看 好大盤的話我覺得現在就是 不是你 你是他 不是你啊 對 你不要直接搶他好不好 你以為500 以為川普 以為你要搶人家的話 就怎樣 你已經很顯眼了 你知道嗎 其中那麼顯眼 老師怎麼看 好那我覺得說其實說 在這個時間外資去賣超 比較偏向是一個避險性的賣超 因為畢竟說 接下來會有CPI PPI 那甚至會有一些大戶 或是說主力 他已經休假準備要飛出國完了 因為畢竟說下禮拜又是中秋連假 那可能有些人禮拜一是不會上班的 那中秋連假過後 一個禮拜三 那再隔一天又準備公佈 9月19號的利率決策會議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時間的外資的賣超 他不一定是真的是看空 他比較偏向是說 減碼 那去把他整體的部位的風險降到比較低一點 對 好 就說一下不好意思我偷吃珍珠 謝謝老師 看他称帥氣的時候 可能會多称幾秒鐘 那個一直在笑的老師 這位 韋太老師你好 應該是憋不住笑的老師 今天成交量看起來就只有2348億 那麼是這一波回檔也算是最低量了 那表示現在市場上面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就接下來可能CPI的一個數字 或者是接下來聯準會他到底要降息 是降一碼還是降兩碼的一個決策 那很可能那現在從現在到未來都是屬於低量 那麼低量情況之下可能對指數的波動性不會太大 但是個股還是很有機會出現所謂的一個大漲 好 今天量到1月29號以來的一個最低量 真的是蠻慘的好不好 那希望明天就補量 希望CPI的不錯數據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老師 好 繼續看下去 來 好 那美國總統大選誰贏 好 我覺得是他贏 我覺得是他贏 就坦白講川普的表現 你現在講不是 我覺得但是我贏啊 我要入戲一點是吧 你在幹嘛 眼鏡拿下來 眼鏡拿下來 我戴上去 做他動作 他動作 他動作來 我幫你拿 對對 Fight Fight 你好像在搭工作 You know what Of course it's me OK 你真的很辛苦 你不然所有會的英文在今天用完了 不會不會 我會很多 好 大家怎麼問什麼 好 我們來 直接講重點是嗎 講到台灣的晶片 你很辛苦 眼鏡又要拿出來 看模 好 其實有幾個重點 你這眼鏡可以換好不好 可以換嗎 準備要換腦花了 還沒啊 好 川普他批評民主黨政府 你毀掉美國的經濟 因為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們就是貿易戰 所以我都是 我一直把商品推銷出去 自豪像這個中國進口商品 課稅的一個政策 對吧 他說這是我任內的政績 認為說民主黨你們都這樣子 你們還去跟台灣買晶片 美國經濟這麼差 就是你們搞的 對不對 乃哥也是這樣子 重點是賀錦麗先罵他 對 賀錦麗先開炮 先開炮說什麼 你都把晶片賣給中國 是 那川普又怎麼說 對 他就回答這個 我們順序稍然對待 對 那賀錦麗他在殺先開炮他說什麼 川普你的高關稅政策 你就是所謂通膨的元凶 為什麼 因為到最後關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我們國內就通膨了 而且呢 你在你的任內 你把晶片賣給中國 你是協助中國軍事現代化 而且可是他川普又回答說 沒有啊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 你如果覺得關稅不好 你會告訴我啊 對啊你要說啊 而且是台灣賣給中國的啊 不是我啊 對啊不是我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關稅你覺得不好 那你為什麼 你拜登你現在為什麼把它取消呢 我不取消啊 還越賣越多呢 對啊 還講得也蠻有道理的 是不是 然後他又怪他 哇我的台灣晶片 你看啊 你扶植台灣晶片啊 像美國就沒有這個台灣晶片產業啊 怎麼辦 他就覺得說 是你們的政策有問題 所以呢才變成 好像台灣變成這個晶片業的霸主 是啊 這樣聽起來他感覺就是摧毀台灣晶片業 沒有錯 川普單選 你有沒有覺得越來越恐怖 台灣的晶片業 我覺得他上一次的任內 他是瞄準中國 這一次可能就瞄準台灣了 你怎麼說出我心中痛 我是很不想講這句話 對 你的想法跟我不謀而合 你真討厭的川普啊 是是是 老師維太老師怎麼樣 看你感覺特別有感覺 我覺得他這樣講話好可怕 對就是 明明我們為他 就是被他賣掉 把他數超票 你還怪我們做事情 辦事不老 對啊 對啊 他把這個政治的一個議題 凌駕到這個經濟之上 所以我覺得在過去這幾年 我認為其實 通膨的問題的的確確就是 從川普那個時候 跟這個中國打這個貿易戰 所造成的一個後遺症 對 那現在呢 我們期待了就是說 用更客觀或更有效率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貿易戰後面的一個結果 所以就會動到所謂的一個降息 或者升息的動作 那這其實已經都會影響到 我們的這個所謂中立經濟的發展 那台灣很不幸 因為台灣其實有70% 甚至更高80% 都依靠這個所謂的出口賺外匯 所以這個其實未來誰當選 一定會嚴重影響到 接下來台灣的一個GDP的發展 好希望不要真的是 嚴重影響到好不好 是 我現在在此希望川普不要當選 好 希望老師你們多講一點 我可以把我珍珠奶茶喝完 好好好 開玩笑 那這一點呢 也是算是美國的 國內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賀錦麗認為說 川普的一個墮胎禁令 他們現在是說六週 六週之內可以墮胎 可是為什麼他會批評他 因為川普太絕對了 因為有一些本來就是說 不得已的 比如說是被性侵或者是亂倫 這種賀錦麗的主張是 超過六週 你應該也可以讓他墮胎 那川普就說沒有 規矩就是死的 我管你是什麼情況 六週就是六週 那當然這個 比較保守派 比較保守派 比較沒有那麼人性化 所以說我覺得這也是有爭議的部分 好 然後再來賀錦麗認為說 川普自身就是被起訴的罪犯 對吧 你自己身上背了多起官司 他討論那個國會暴亂 那事件有時候 他那時候不服輸 他就是故意知道好好的極端 他就故意激怒他 是 所以說川普那時候不像川普 像李維 為什麼 激怒李維 這個講了43次了 維蕭老師笑出來了 他笑噴口水 他好笑 他喜歡啊 他喜歡嗎 全場只有他笑這個也不容易 如果我找他來幹嘛 負責笑的啊 他根本沒講話啊 他就笑而已啊 就領通告費啦 騙通告費的你看 他笑不開心 講騙通告費 講騙通告費笑得更開心 這樣子多看幾集 父親就會出來了 是啊 你就不笑 為什麼你肚子肥那麼大 哈哈 你自己看 這是棉花吧 好啦 我們在節目方面很有效 最後我們要怎麼辦 從這邊有沒有看一些 聽說民調也是有機會款飲嘛 對不對 這我們有機會講過了 對 現在民調聽說好像63% 希恩是跟他講嘛 對 剛辯論完之後呢 63%人認為說賀錦麗表現比較好 對 我認為真的是比較有大將之風 而且他會 重點說他會看著鏡頭 跟全美國的人民講話 川普就是好像在丟 那種感覺 我們態度好討厭 表情好討厭 所以最後你要看什麼股票 好 最後我們來看 既然川普衝著台灣來 而且他是衝著台積電來 我們就來看台積電 好 你想打擊台積電 坦白講有點難度 因為畢竟他現在還是世界 整個半導體領先的霸主 雖然說最近他的股價走的不怎麼樣 大概是在900塊上銷晃蕩 可是第一個我們要看說台積電 今年當然獲利到41塊沒有問題 明年51塊 後年的話其實大概 目前法人的預估應該是61到67 都有人在抓 所以其實原則上現在很多 尤其花旗環球 他的目標價已經上看到1500元 那針對台積電這種國際級的公司 其實各家外資之間他們的目標價 落差不會太大 大概就是1200到1500 所以其實三位數的台積電 還是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還是可以多加留意 你如果說要價值投資的話 這個地方你不買更待何時 所以有機會買是不是 我覺得有機會 就是要買 那川普單選後呢 川普單選之後 短空長多 長多嗎 還是長多 我也怕怕 一定會有 我認為大概會有一兩個月的衝擊 可是如果說你是比較拉長 拉長戰線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價位你就買 你就打算擺個兩三年以上 反正現在川普也不一定會單選 我自己很怕川普單選後 對台灣的損失我很難預估 我不想讓他算單選 好 那說這一半 台積電概念股 台積電概念股 我們再看第二檔紅碩的部分 紅碩其實這檔股票呢 你說你去看他的營收 或者是EPS 半年報的部分 你看不出什麼太厲害的地方 可是其實我覺得重點 紅碩其實你可以發現 他在這個8月初 大跌1800點那一天 其實很多股票跌得稀哩花啦 800多檔股票跌停 他當天是收紅的 所以其實這一波 他是領先台股屢創歷史新高的 那當然這一波一個回檔修正 回到這個季線的位置 我覺得這邊可以留意 因為畢竟整個在COAX的產能呢 今年等於是倍增 明年還要再倍增 到2026年 預計都還是供不應求 他目前的出貨 已經排到明年的年底了 所以紅碩有拉回這種股票 都還是可以留意 那我們再補充一檔 這個萬潤的部分 那萬潤其實也跟台積電 6187的萬潤 那萬潤的部分 其實也是台積電 很長期的一個合作夥伴 那我們看到這一波走勢特別強 台股現在月季線都還沒有站上去 可是他是一路沿著綠色這條 月線往上攻的 那當然跟他產能滿載也有很大的問題 他產能滿載是滿到 把單都拿去給惠特做的 營收是基增 營收是基增 所以說其實這家公司 產能滿成這樣 又滿到明年 甚至要滿到後年去的 股價其實有拉回 我覺得都是要找買基增 萬潤 萬潤 激怒呢 李維 是不是 你怎麼又笑 第44次了 第44次還笑 爛掉了 為什麼 這爛哏你喜歡 沒有辦法 你看他就喜歡玩笑話 所以基增萬潤 激怒李維 你看記起來了 萬潤可以買拿 好好好 謝謝你 你看 你不要看他居然有正確分析師執照 居然 說你居然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看 這個說笑話也行 對不對 看起來也是要笑 笑呵呵的 看起來也是笑呵呵的 我們這種叫能文能武 人文能武 OK 好沒問題 來跳舞一下 肚皮舞 怎麼不會 都不會了 都不會三蛋 你看看人文能武 這蠻不錯 智商不低啊 蠻高的 好啦 這樣講 好啦希望育卡老師趕快加Line 這麼搞笑的老師一定要加Line 給我們節目標題以後 所有老師Line都可以加 好不好 坤老師Line也可以加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 那麼我在貼台灣精銳 跟高麗 精銳 高麗 你的高麗 精銳進出 好 沒有問題 幹嘛笑 我們聽不出這種這個 他不知道在說什麼 沒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台灣精銳的部分 你就知道你看不到 對對對 台灣精銳其實我們 看得到嗎 看得到可以 我們幾乎每次來Freeze的時候 都有把這張股票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這一波 它已經走得非常的飄悍 我們說過 其實它是這個 最近這個機器人的部分很夯嘛 好 那它又是機器人裡面 唯一能夠獨立去製造機器人的 一家廠商 而且它的這個行星是 減速機 它又是全球的領導廠商 那今年的獲利當然非常可觀 因為上半年已經賺了8.2元 原則上今年就是要創歷史新高 好 重點我們來看到它這個 大戶跟散戶的一個比例 來點點那個下面的散戶也幫我列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它其實大戶 籌碼是一直在往大戶集中 散戶一直在脫手的 這個非常符合強勢股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 籌碼往這個越來越集中的一個趨勢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到一件事情 它這一波 它現在是處於分盤交易中的 分盤交易中 今天可以漲停板再創新高 這個非常不容易 其實這個量價結構 我們教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再切回量 我讓你忙死 這個成交量怎麼看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台灣精銳在攻擊的這一波 它是帶量的 對不對 極速上漲這一波 對對對這一段 它是帶量的 然後忽然之間成交量緊縮 你認為用量攻擊上去 這波大戶它走得掉嗎 走不掉 它是走不掉的 所以說這一波既然大戶還在裡面 股價你就不用太過擔心 台灣精銳的部分 我認為它在 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中秋節過後解禁 應該還有期待的空間 好那第二檔 我們來看這個高利的部分 那高利確實 其實它現在 你去看它的財報 它沒有太多的亮點 可是我們把股價稍微縮小一點點來看 然後下面幫我切頭戲 我覺得它第一個優勢 是位階非常低 然後它針對這個回答GB200的部分 應該是第四季就會開始出貨 小量出貨 但明年第一季應該會看到量 重點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投信 開始在8月底 陸陸續續的一直在布局 其實這檔股票 據我的側面得知啊 它很有可能是第三季 投信了一個作帳標的 所以我這檔股票 大家可以來留意一下 韋太老師 又在笑你的笑話了 高利 高利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兩檔股票 聯發跟群創 這兩檔電子股 老牌電子股 老牌老牌 韋太老師 剛搶進我們大家的風頭了 又可以搞笑 又可以專業性 又可以唱歌 還可以模仿 老師你現在發揮的專業性 好 我就補足玉凱老師沒有的 就帥了 好 來補足開始 1 2 3 就這麼簡單 聯發科 他這樣就帥了 真的好 老公哥把他帥給他換掉 他這樣帥就沒東西了 你還這樣子 沒東西了嗎 不可以 開玩笑的啦 你這樣厲害好不好 好 聯發科 製作者會講聯發科 主要就是說 跟這一次iPhone16的發表也是有關係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說 如果說聯發科他要代表一個陣營的話 聯發科他一定就是非品陣營的代表的股票 對那這一次我相信大家也可以發現到說 像是說華為推出的三摺機 對那還有像是iPhone16推出來 其實說真的 比較會打三摺嗎 不會 有可能會讓對手的股價打三摺 對 因為說就是我們這個經驗程度 看起來好像還是華為比較厲害一點 那如果說華為這一次的三摺機 或者說Google這種折疊機賣的真的很好的話 那最大的受惠者就會是聯發科 對所以我覺得說聯發科在這一次 他可能會是都有短期內 會是四大全資股裡面 相對來講比較強勢的一點 一檔 那又加上說聯發科他在今年2024 至少1PS可以上看60塊 對那60塊給個20倍本一筆 基本上上1200元 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所以我覺得說今天的股價 就1100多塊錢 那四顆也持續下去做留意 對 老師你知道嗎三摺機這樣子 就這樣折 這邊對折三個折 蠻換到 這種折法對不對 對 聽說三摺機本來就是中國人發明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的idea來自於中國的屏風 有沒有 不好笑 是這樣 是這樣 好冷喔 老師沒事啦 對不起我們專性比較差 來 現在下一個檔股票發揮你的專產 好不好 群賺 來321專產 好 就這麼帥 好來繼續 裕凱這個就是 三秒鐘 就停字什麼都不要講 夠了 夠了 多了 多了 而且不錯 而且老師你先有刻意 看一下畫面 可以往前 也比較胖一點 沒有吧 好啦 好 老師 昆正老師 帥氣 謝謝你帥氣 可是帥氣以外我們當然要專業性 專業啦 專業來幫我們一下好不好 群創當然說 就是之前是討論度非常高 就是說群創他賣掉了南科場 那當時大家可以發現到 群創解禁之後上面是有一個 往上跳空漲停板的缺口 但是說漲停板過後 他幾乎就是一路回跌 回跌到了他漲停之前的價位 但是說那現在群創到底能不能買 我就說 如果說以這個長線的角度來看 群創目前絕對是一個很漂亮的價位 對那基於幾點理由就是說 全創他的本業還是在面板 對那 面板這個產業他在今年度 預計都還是在谷底 那預計要一直等到明年2025 他才會正式的復甦 等於是說你現在買 是買在他最谷底的尾端 對等到2025年他就會開始復甦 那第二點就是說因為群創有減資過 對那他已經從原本的大牛股 那轉型成目前是比較輕巧一點的股性 對那又加上說群創有把南科廠 他賣給台積電 對那他手上有這麼大筆資金 他要去幹嘛 那其實說群創這一筆資金 預計就會投入 台積電目前非常這個供不應求的先進封裝 也就是面板及散租型封裝這部分 所以我覺得說群創他長線是谷底 那要轉機也有轉機 那要股本輕盈也有股本輕盈 所以未來算是一檔蠻值得長線留意的股票 好群創現在在谷底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星光金跟元泰有請維泰老師 好最近在這個金融股的一個表現上 似乎星光金他的股價好像有一點點不尋常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星光金他今天是開高走高 那麼收盤是大漲超過3個百分點 而且是突破了先前在過去兩個禮拜的一個平台整理區 為什麼股價會突然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應呢 我想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金管會要求中信金補件 那中信金已經補件了 那金管會說接下來可能最快9月24號 就會有這個所謂的到底準不準許 中信金要公開收購星光金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那換句話說似乎金管會好像沒有去反對 就是沒有直接去reject 就是中信金他這次公開收購的一個提案 好那麼今天下午呢 這個星光金也召開了這個所謂臨時的一個董事會 那麼他們就重新的去討論是不是要去調高 就是跟星光金的一個換股的比例 那目前市場上面是有傳言喔 還沒有確定 傳言就是 台信金有可能會把先前一股星光金 換0.6022的這個比例 往上調高到一股星光金換0.73股的台信金 換句話說呢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換股比例 所以的確確是跟先前來講是有往上去做個提高 老師你這是確定的消息嗎 只是市場上面目前的那個 如果是換到0.73股 就0.73股那換股比的話 那這個星光金就是收購價 大概是14.5股嗎 就以目前台信金的價格去換算的話 大概就14.5股左右 14.5股 重點不是真的找到14.5股 它有時候會連動性喔 對 所以台信金如果漲 那星光金就會跟著漲 那14.5股那中信金一定要再出更高啦 那蠻好玩的喔 雖然說這個消息 目前為止還不確定 要等確定為主 要等確定為主 對 但是大股東林伯峰他有提出來說 難道不能夠用0.8嗎 換句話說我認為的的確確他們就是在 0.73到0.8之間去做一個拔河 是 那我知道了 謝謝老師 老師我們看元泰 好 第二檔個股呢 是今天也是表現相對比較強勢的元泰 那麼他四色電子標籤的一個 下游客戶的庫存 第二季已經消化差不多 那麼從第三季開始會重新拉貨 那麼預估呢 明年呢 這個四色電子標籤的一個出貨 會較今年成長30% 那這樣子的一個預估呢 也使得最近我們可以發現到投信 投信的一個買代鈔 是持續的站在這個買方 換句話說呢 不排除說已經即將要進入到9月底 很可能元泰就是在今年第三季的投信 季底作戰股 嗯 季頂作戰股 是元泰喔 好不好 謝老師元泰也蠻重要的 我們做的關鍵股票啊 新冠金啊 或者是季底作戰股票 都有啊 川普的元素都有 你看 居然沒找那麼專業的節目 我們來看下一單元囉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有顏值也有 對不對 帥來了 帥來了 可是我感覺你不夠喜歡他 沒有像醫生這麼喜歡 因為我是個專情的人 對吧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他上禮拜說要帶我去吃牛排 結果我等了一整天 兩天都沒有電話 你不要這樣 酥酥的啦 不是我是說 教你選日期 我是嗎 我現在幫你們直接選 好不好 好 明年2月14 明年喔 還要等到明年喔 那就是聖誕節 好就聖誕節了 不要啦 他已經很忙 聖誕節要更忙 怎麼會 聖誕節就加班 中秋節 我跟你講 他聖誕節的時候 情人節的時候 他都一定在公司 我可以作證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到時候有人打電話來 不論哪幾個女生打電話來 我在加班啊 這個問題 差不多我已經看懂了 差不多看懂啊 開玩笑的啊 你們自己約時間啦 這個以上純屬虛構 虛構啦 帥是真的 其他是虛構 專業性是真的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iPhone16 變成毒蘋果 怎麼辦老師 因為說這在近幾天的一個最大量 就是iPhone16 那我覺得說 其實就以我個人來講 因為像是 哲哲也是幾乎每代都會換 我也是從 我也是從這個 你講清楚我是換手機 你是換什麼 我也是換手機 我也是換女生 你講清楚 沒有沒有 換送不同人 換送給不同人 換送給不同人 聽到沒 沒有送給你就知道了 你就不是他卻皮重選的 對 因為我也是大概從iPhone6 就開始一路用到iPhone15 對那我覺得說這一次iPhone16說真的就是 看完他完成的更新內容 是找不太到他的什麼亮點 或是說值得去換的一個點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說這次iPhone16 他主要就是針對像是說相機的畫素 那還有像說他有新的一個相機的控制鍵 就是說他輕按可以自動對焦 對那再壓大力一點 他都可以直接照相照下去 入一入奧可以用滑的 在側邊的鍵可以用滑的 對對對 就是說可能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對於一般人可能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我覺得多那個鍵很積勒 其實你有時候在這邊手放大放小就好了 對對對 多那個我覺得沒什麼差 就是有一點硬要加上去的感覺 對對對 那之前不是要按鍵簡潔化嗎 現在又增加一個 我覺得有點 花色天竹 對對對 花色天竹不錯你稱譽不錯 對啊 他一部很開心欸 他蠻像賀錦麗 他比你像欸 對啊 不要講話啊 What 然後我很有優雅 好吧 You are fire You are fire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你說出貨量到底是 對 本來是預估1.25億欸 現在變8900萬 那時候蘋果他宣布說 我們要推出AI版的Siri 對 最高是有預估到說這次iPhone16 他是可以銷到2.2億多隻 對最高的綠色值 可是我發現那個AI intelligence 對 那個iPhone的這個功能 聽說很爛 就是看看 因為說如果說真的很厲害很強 我覺得說他在這次iPhone16一定就會迫不及待拿出來 但是他就是講個皮毛而已 對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發現到 iPhone16這些出來 那是很多的分析師都是低於原本的預期 原本預期說1.25億隻 那現在是8800到8900萬部 但雖然說低於市場預期 但是還是高於iPhone15當時候的銷量 對就高於一點點 所以買什麼顏色 沙漠金 如果我選我會選沙漠金 聽說蠻好看的 他是有點亮粉的感覺 有點像玫瑰金一點點 我看那個時機看一下 對 那我們看一下iPhone15跟16差哪邊 就數字嘛對不對 基本上真的是數字 就是說 像是處理器 那處理器就是說 原本是17 Pro 那變成說A18 Pro 那因為說這個東西 他都是用3奈米 那我覺得說如果說單純以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我會選擇iPhone15 因為畢竟說iPhone15 他是第一代採用台積電3奈米的智慧型產品 對所以我覺得說他的 就是以意義層面上面來看 他是比iPhone16還要再厲害一點 但是說真的說 不論說A17 Pro還是A8 Pro 其實說一般的使用者 不論說很高度的使用者來講 都感覺不出他的差異 對所以我覺得還好 那再來就是相機控制鍵 大家可以看到說 iPhone15 就是我們來講雞樂 對就是對於有些人來講 反而是覺得沒有這個控制鍵是比較好一點 對 那我們再看續航力就是差個4小時 其實沒有什麼差 對那售價 我覺得說唯一這一次的亮點跟值得誇獎的就是說 沒有變貴 對受價不變 你要謝謝 謝謝賈伯斯 謝謝庫克 哇塞 多了一個案件 居然不加價欸 哇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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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演誰 賈伯斯跟庫克 你是謝謝賈伯斯 我說你在演誰 是誰 Coco還是賀錦麗 賀錦麗啦 Coco好像是我自己欸 Coco 好謝謝 真的沒有變貴 不錯欸 我覺得說以這個角度來看是不錯啦 但是以更新的角度來看 就是 就像我去年有換iPhone15 Pro 那我原本也是想換iPhone16 Pro 但是現在看一看就是 那個慾望是有降低 跟你不是還是要換嗎 可能還是會換 慾望有降低 但是還是有那個慾望 老師你表都換了 這麼貴的表 對不差一台手機吧 都可以買那個我算一下 大概買40支 50支 50支喔 這這麼貴嗎 要看什麼版本的 喔你的是50支的喔 但我覺得說iPhone16 其實iPhone每一代都是這樣 所以兩個加起來可以買100支iPhone 你跟出去買100支iPhone就好了 我買100支iPhone幹嘛 太多了 好 對就是說其實它 每一代推出來都是這樣 就是 它剛推出 那就被市場覺得說 沒心意擠牙膏 但是每次到了預購當天就是 又是很難買 所以我就說這次可能也會出現一模一樣的狀況 可能很難買啦 可是初期還是有些死忠的人 像我們這種做研究 做研究 我一直做研究 我一直做研究 真的啊 我是很做研究 他我不知道是要送給人還是自己做研究 這個應該都有 應該都有 好 所以它發布的AI感覺細節有限 因為如果夠好會直接講多好 因為就是它講的 不會 因為如果夠好它一定出現銷量 它不會秀不出來 對它講的太過模糊了 連到底可以幹嘛 那有什麼具體的作用 其實它真的完全沒有講到 Apple股價看起來普通 對不對 對啊非常的普通 快要變A了 A下去了 對所以我剛剛才說 這也是這個華為的三折肌 它可能會讓對手的股價打折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說Apple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持續做留意 因為說 畢竟很多Apple相關的概念股 目前的位階的市值都不高 那如果說到時候 預購的數量 真的說優於市場預期的話 搞不好我覺得會再往上拉一段 好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營收 昨天的新聞 我們快速看一下 因為蠻多節目講 我們今天講一下 老師你說 好 台積電8月份的營收 算是說歷史的次高 那再來就是說第三季 它以目前的達成率來講 已經到了68.5% 對那因為說這個數字 就是昨天的消息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講重點 我直接跟大家講重點 就是說 台積電8月份的營收出來 那它到底有沒有機會 到底下的目標價 我就說這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大家會給台積電 在2024的預估EPS是多少 2025、2026的EPS是多少 那當8月份的營收 優於市場預期 就代表說它達成率是越來越高 那也代表說 這些分析師預估 這些大型投資機構 預估的數字 是有越高的機會可以達到 所以我們這樣直接來看 我覺得說看昨天台積電 8月份的營收 我基本上可以確定一件事 2024年的預估EPS 40塊起跳沒問題 那2025年的預估EPS 最低最低標準 50塊起跳一定是沒問題 對那甚至可以到51 那我們就這樣來看 因為我覺得說 以台積電的獲利狀況來講 它反應到2025的獲利算是合理 往後一年去做反應 那如果說往後一年去做反應的話 基本上就是明年賺50塊 那給個20到25倍的本益比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1000到1100的目標 是比較容易達到 可是花旗這樣給你喊 1150喊1500 你不覺得亂喊一通嗎 我覺得這 就是花旗 你說花旗為什麼會喊到1500塊 它有它的邏輯在 因為它是 在用後年的EPS 對它是估到台積電 在2026年的EPS 你說如果反應到2026 每年預估要賺60塊給個25倍 合理1500就合理 但是要反應到2026太難了 對啊誰知道明年 我跟你講一句實在話 你說川普真的搞台積電 搞嚴重一點 或是他狠一點扶植台積電的廠商 對手怎麼辦 對 你說你砍 你要先把川普的這些 所以為什麼我們都很介紹 總經的數據 還有總體經濟 你看很多財經節目 跟我們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是第一個講CPI 第一個跟你講 哇出領事業金的數據 你看8點半那時候 公布都急上急下 這都講在前面 所以謝老師告訴我們前提是什麼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老師好 那我們可以繼續來看 就像剛剛澤子提到說 如果萬一川普真的很不爽台積電 他去扶植三星 這個就真的完蛋了 是 對因為說 大家可以發現到說 台積電目前 老師不要覺得 大家不要覺得不可能 不要看老師那麼年輕 老師在講一段歷史故事 19801990代 那就是日本 跟日本簽那個館產協議 然後順便扶植那些 韓國的記憶體產商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有可能 你講的三星也是因為這樣才起來 不然你明明什麼 所以我跟大家講 不要 匹夫無罪 懷必其罪 我又沒犯什麼法 沒有 因為你身上的東西太貴了 我就是要處罰你 對 所以這不是不可能的 還是你繼續說 對 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積電目前的市占率是61.7 那是幾乎是壓倒性的領先 三星的市占率縮小到11% 那他已經擴大到了 就是差距到了51% 其實說這個邏輯 我記得之前福利社也有講過 對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先進者 跟後進者的一個差別 就是你三星在很用力的追趕台積電 問題是台積電也在進步 那台積電跟三星原本就是落差了 大概是兩年左右的技術時間 對 那時候除非台積電完全不前進 否則你三星絕對是永遠都追不上台積電 對 所以我就說這種情況絕對是好事 那最怕的就是說 萬一有什麼新的政策 去扶植三星 這個就真的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大的變的話 好 謝謝你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COAS概念股 你有沒有什麼推薦的股票 好那我覺得說 當然說台積電 它如果說好的話 它一定會連帶COAS 因為COAS它叫做先進封裝 它是最後能夠把這個晶圓產出 那出貨給這些客戶的一個 最後的關鍵 那目前來看就是說COAS 像剛育凱老師所講的 公不應求到2026年 那因為說COAS大家比較傳統 大家就認識說 這個紅素 星雲跟萬潤 這幾檔都不錯 那我覺得說 新崛起的G2C聯盟 也很值得下去做留意 包含說2467的智勝 因為說 新崛起的G2C聯盟 像是2467的智勝 跟6640的均華 跟5443的均豪 這三者他們是一個策略聯盟 那我覺得說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每一間都比不上 星雲萬潤跟紅碩 但是如果說三間合起來的話 它就有機會打贏這些 比較傳統的老牌廠 而且他們是互相持有股權 等於是說 不論說誰好誰壞 它都是連帶一起受惠 對 所以我覺得說包含說智勝 是蠻值得持續下去做留意 對 謝謝老師 那我們除了智勝以外 我們再看一檔股票 好 永關嘛是不是 那說到永關就是說 像是說COAS的需求非常非常的熱 那像是說萬潤星雲紅都很好 那重點就是說 它的需求熱 那它裡面會需要一些化學的用品 包含說它在接鎖的一些化學接鎖劑 光阻劑 石科液等等的 那只要這些化學元件需求好 它就會連動的 呃 就是說提振上游的一些訂單 那就是特用化學 對 所以像1711的永關 我覺得說它收位程度會是最直接的 對 那目前打到這個月線的位置 也蠻值得下去做留意 好 主要老師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才還站字卡 沒講到 台積電影除全息 算是一天嘛 那這樣鼓勵越發越多 這次要發到第一次4塊錢 你覺得明天就會填尖劑嗎 還是今天CPI很重要 今天的CPI很重要 今天的CPI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說 以一個合理的 呃 預估來看的話 今天CPI是不會到太誇張的數字 因為說 原油汽油在之前前幾個月 上個月都有在持續的下跌 對 所以我覺得說明天台積電秒填寫的機率 90% 這麼快喔 因為40點 沒有 它是 4塊錢 4塊錢1點大概8塊 大概32點而已 大概32點而已 8到9 所以我覺得說蠻容易的 就只要漲32點 就已經秒點起上去了 對對對 好 32點你覺得很快就可以了 我覺得很快就可以了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 獨家的數據 坤老師 信手你來都是專業 一定要加他Line 好不好 加他Line 然後訂閱我們頻道 也要開啟小鈴鐺 有沒有發現到我們都沒有業配 你687 你名687B 那個其實國泰美知道 我們也沒業配 都沒有 我們會站在你們的意義 早想 因為業配我們就講話不公正 對 但每個人想法不同 裕凱你是要睡著了嗎 沒有我在擺姿態 在擺姿態 我知道你要我Cue你 好回來 所以你看像裕凱老師這麼專業 你也要訂閱我們頻道 對 開啟小鈴鐺 看到老師的一些表現 或加他的Line 然後也歡迎贊助我們 或Donate我們 好不好 一千塊要一百元也好好不好 按超級感謝那邊都可以好不好 通通可以 每週六週晚間8點上線 一小姐拍一張二次教學一張 最後一句話 謝謝觀念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費費費務 大局大力多 哇 這個很重要啊 財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看歌 然後是歌神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17 瘋狂股市福利社 今天告訴你 人家二月一刀 晃大股 想先放 開始想打 開始想打 哇 你嘴巴好厲害唷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財富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這也會好 這也會好 就這樣了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低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氧劑 我今天開始不好 看空春夏秋 這沒錯吧 你如果有賣胸噴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17 我來說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倒動的問題 對不對 最最高 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一中五到中 懷賬八二刀券 八二刀券 十二刀券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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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指導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薪字第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